二十三年前的縣立大地黨 台中市和平區 泰鴨座的森查卡布洛 房都開了 政府當時 沒有安定在民幫助他們重建加分 但是布洛的民眾是指控說 房子是他們的 但是土地的收收優款 都不是他們的 讓他們是很困擾 他要求主管機關 應該把土地的收優款定義給他們 真相調查 真相調查 本地是泰鴨座原住民騎棄的三桌桿 算因為二十三年前的縣立大地黨受到嚴重的破壞 雖然政府提出伊地換地的方法 要來幫助機民另外找出 不過在行政流程的部分 進度太過萬 中建主救會在縣立的這天 全港準有百來立法院開記者會 這個過程啊 我們真的看到政府在這個過程裡面 真的 真的是沒有幫到我們了 讓我們可以承擔那麼多的辛苦 除了政府的問題 受到基民要求因為目前 住在石油堂 地主要來收稅稅 六千塊付得出來嗎 我沒辦法 沒辦法 因為我的先生在四年當中一直躺放在家裡睡覺 我這個哪裡拿來的六千塊 政府的地方是怎麼還要落稅稅 律師說這是因為石油土地 變經沒有糾纏 占對這個問題 他以提出相關的建議 還是可以去跟石油土地的人去談架構 那架構不成的話 須可以談趨斷徵收 用這個強制力的方式 把這個土地拿回來 之後呢 再把分配給族人 要維吼泰鴨做原住民大的管理 將石油土地拿回來 要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記者 麥修瑩曾派文 台北報道